欢迎收听坏小孩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十五集 严良挂下电话后 整个人愣在了椅子里 徐静死了 刚刚亲戚给他打电话 说前天早上 徐静开车时猝死 还差点导致更大的交通事故 张东升原本在公益之角 接到消息 当晚赶回了宁市 在交警开出了事故报告单 和医院的死亡证明后 第二天 即是昨天 张东升就把徐静的遗体火化了 按照当地风俗 通常人死了要停放七天 过了头七 再火化下葬 上一回 徐静爸妈死时 是因为情况特殊 人摔烂了 所以第一时间送去火化 可是这一次 徐静死了 为什么第二天就火化了 炎梁眼角微微 瞇起来 他想起了徐静当时跟他说的话 如果有一天他死于意外 一定是张东升干的 张东升 真的会是张东升杀了人吗 炎梁手指交叉 心中各种情绪交织着 在椅子里足足坐了半个小时 揉揉眼睛站起身 出了办公室 上了汽车 野军正低头看卷子 听到一个脚步声来到门口 叶警官 你好 叶军目光在这个四十多岁 带着金属筐眼睛 男人脸上停留了几秒 表情渐渐的 从惊讶变成了激动 严老师 怎么是您啊 哪阵方把您给吹来了 我来你们阵有点事 我翻了通讯录找到了你 本想着 你说不定已经升职 调到其他地方去了 没想到你还在啊 自从上了您的课呀 我就再没有升过职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去其他地方也不习惯 能在这干到老 我就很满足了 您坐您坐 对了 您来这有什么事吗 是您是有什么学术会议吗 其实嘛 颜良 他给叶军上课那阵子 是省厅抽调他来 兼职给骨干刑警 培训犯罪逻辑学的 虽然时间不长 但叶军私下请教过他许多问题 两人不算陌生 所以也省去了各种开场白 其实坦白跟你说 我来这儿是为了一件死人的事 命案 也不能这么说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是命案 那是那是 可是 可是 您已经不是 叶军部分领会了颜良的意图 脸上露出了犹豫 他知道 严良几年前就已经辞去了警察职务 到了大学教书 一个前警察来调查案子 这当然是不合适的 公安体系内部有保密规定 只要涉及刑案 未经司法审判的案情 对外一律保密 我来之前 跟省厅的高栋通过电话 他说他待会儿会让人发一份传真函过来 我想 应该快到了吧 野军一愣 他当然知道 严良口中的高栋是谁 高栋是 省公安厅副厅长 专管全省刑侦工作 严良过去是 省刑侦专家组成员 也在刑侦总队工作过 高栋未当副厅长时 当过一年的刑侦总队队长 和严良有过短暂的共事 严良虽然几年前辞去警察 不过 他在省厅工作这么久 不用想 也知道会有很多朋友 叶军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 果然 没一会儿 一名警员送来一份传真函 叶哥 朱永平说王瑶不在 也联系不到他 他接过来一看 上面打印着字 严良老师 需要调取几份资料 如不涉及敏感信息 及保密机要 请宁市江东分局 予以配合 下面还盖着公安厅的章 此外 警员还说 叶哥 分局转发了一份 省厅的传真件 刚刚高府厅还特意打给马军 说如果我们派出所 在某些案子方面有什么侦查困难 可以问问严老师的意见 叶军稍一思索立刻欣喜 严老师 是高府厅请您来帮助我们查少年宫那个案子的吗 什么少年宫的案子 叶军立刻把朱晶晶在少年宫坠楼的案子描述了一遍 还说了十年前一起奸杀女童案 就是你破的 你来了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我只是请老高帮我开封介绍戏 调查的也不是敏感案子 他倒真会做生意啊 趁机还给我塞一个案子 叶军这才明白 原来严良根本不是为了朱晶晶的案子 这案子一发生就是大案报到了省厅 高府厅想必也关注到了 案发至今毫无进展 于是借着严良来查资料 高府厅顺手让他帮忙破案 严良当年可是号称无案不破的 而且破过同类命案 甚至当年情况要更复杂 如果他来帮忙 那破案的把握大多了 叶军把话挑明了 希望严良介入 严良压根不想再接触破案的事 这次是徐家三口死了 他怀疑是自己的学生张栋生干的 这才跑到宁市 此刻见叶军一脸热忱的样子 他只好打太极 说他已经不是警察了 只不过是来调几份资料 关于少年宫的案子 遇害者是未成年人 属于保密机要 不能透露给他这个外人 否则违反规定 见他态度这样坚决 叶军脸上忍不住充满了失望 只好异性阑珊的回应 要查什么资料 现在给你调 严良说句抱歉实在是爱莫能助 他不干警察好多年 早不懂破案了 前天早上新华路上有起车祸 女车主开车过程中猝死 这件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 交通方面归交警官 怎么了 能否帮我联系一下交警 我想要当时的出警记录事故报告 新华路上该时间的监控 以及医院给出的检查报告 你需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难道你怀疑不是交通意外 是命案 我现在也不能确定 没法下任何结论 出事的是我的侄女 所以 我想对这件事 有个较全面的了解